记者攀绘中综合报道 其他人交往都是没有错的 并以三个字定义双方目前的关系小鬼发生了 图班设字InstagramCeline 小鬼PO出一张可爱的手绘图表示 早上已经看过关于妞妞的新闻 彼此一直是好朋友女方有交友的权利 对方无论要不要和谁交往都没有错 身为好朋友真心希望她幸福快乐 小鬼表示和妞妞一直是好朋友 图班设字InstagramCeline IOP1004 据了解 小鬼在韩国出外景期间 妞妞被拍到和棒棒堂底的谢复城 见面尽管没有亲密互动 最后却一起上计程车 一路回到谢家直到隔天下午两点多 长达12小时之久 女方才踏出家门截至目前为止 她尚未对此事发言妞妞外形亮丽 图班设字InstagramIOP1004 和妞妞在家共度12小时的谢复城 正是模范棒棒堂第一代成员Monking 当时因为有着花美男外表 勉腆笑容 相当受少女欢迎 不过当时为了出国留学 很快就消失在荧光幕前演艺经历贫乏的 她家庭背景相当有料 出身于高雄成家企业的富二代 该企业增帮台北101设计LED灯光此外 她还创业跨读潮界开选货点 宇克振东 谢新颖等人 都颇有交情 谢复城 对服饰相当有研究 图班设字Instagram TOPP 网络小鬼爱记全文 关于今天早有关拥有的新闻 我们只是好朋友 他有他交友的权利 不管他要或 要跟任何人交往都是没有错的 身为好朋友 真心希望 他幸福快乐 小鬼稳交三年喷绿光 趁他出国妞妞 勾棒棒糖富二代 我也要2HR小鬼 被批再报四角链 妞妞富二代新欢机 问货业BY2也才被抓包